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2月27日 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新闻快讯 根据美国俄亥俄州自然资源部的数据 该州东巴勒斯坦镇火车脱轨 泄露化学品事件已造成近4.4万只动物死亡 资源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部门预估在脱轨地点8公里范围内 约有38,222条淡水小鱼死亡 约5,500个其他鱼类 两棲动物、小龙虾和大型无脊椎动物死亡 据悉 2月3日事件发生后 俄亥俄州自然资源部曾于2月6日至7日对水稻进行观察 当时估计有约3,500个水生生物死亡 该部门表示 他们相信这些动物是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死亡的 并已将样本提交至俄亥俄州农业部 等待进一步检测结果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当前的流感剂估计已有至少2500万感染病例 其中住院病例达28万例 死亡病例1.8万例 据美疾控中心网站介绍 美国流感剂通常在秋季和冬季 以12月至2月为高峰期 好消息是 目前全美美洲流感住院病例数和比例都呈下降趋势 专家表示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佳方法 接种疫苗不仅可以预防病毒感染 还能预防重症 建议年龄为6个月及以上的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随着加拿大全国范围内的酒类税上涨 安省的酒类价格也将在一个多月内开始上涨 4月1日 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将面临6.3%的联邦税增 众所周知 这项类别的消费税根据通货膨胀率每年自动上涨 在2017年推出时 酒类联邦税就上涨了2% 安省酒类控制委员会Albo告诉记者 他们的价格基于多种因素 供应商价格加上联邦进口和出口税 运费、税费、标准利润、HST和其他费用 Albo说 零售价格的上涨由酒类生产商决定 这意味着 在安省的酒类商店内 从4月1日起生效的价格上涨将因产品而异 近日 加拿大BC省官方宣布 年龄在18岁及以上的人 在BC省持有2.5克以下的某些毒品 将不再被视为犯罪行为 有4类毒品可合法少量持有 它们是可卡因、甲基本炳案、MDMA及摇头丸 核类因素检、芬泰尼、海洛因和麻菲等 BC省政府2021年11月 向联邦政府提出免受管制药物法管辖的申请 联邦政府批准申请并就此决定 在该省实行为期三年的试点项目 但是把BC省最初要求的4.5克的最高合法持有量 下调到2.5克 新项目实行第一天 拉普安特的办公室公布了2022年 BC省疑似死于吸毒过量的人数 2272人 仅比创下最高纪录的前一年少34人 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将近10倍 意味着现在该省平均每4小时就有一人死于吸毒过量 超过车祸、溺水、火灾等所有非自然死因的总和 然而 该省首席法医表示 持有少量毒品合法化实行项目是重要的第一步 但是并不足以挽救生命 更重要的是彻底改变通过警察、法庭和惩罚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上周四 美国亿万富豪、私募股权投资和杠杆收购先驱托马斯里的家人 在一份声明中确认托马斯里去世 享年78岁 据悉 他被发现死在曼哈顿的办公室内 有消息称其开枪自杀 去世时 他的净资产为20亿美元 有报道称 托马斯H里生前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希拉里夫妇的朋友 据警方透露 一名78岁的男子周四上午被发现死在第五大道767号 该地址是托马斯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 警方发言人为正式开枪自杀意说 指出死因将由法医来确定 李被认为是私募股权投资和杠杆收购的先驱 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于1974年 创立了老牌私募基金THL 并担任该公司及其前身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李还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 特别是在艺术和教育方面 他担任了几个纽约艺术组织的李氏 包括林肯艺术中心 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据俄罗斯报纸网报道 乌克兰总理杰尼斯·什梅加尔在接受采访时称 乌方今后一百年都不可能与俄罗斯和解并合作 什梅加尔说 和解、合作今后一百年都不会有 俄罗斯首先应该改变、实现民主化、去军事化和去核化 他表示 乌克兰人愿为自由与独立而战 因此各国政治家关于支持乌克兰的言论 对于乌克兰人心理层面上很重要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理排除了冻结冲突和领土让步的可能性 此前 据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说 他认为与基辅签署任何协议都没有意义 因为乌克兰下一任领导人极有可能废除这些协议 ChateGapt 想必是最近最火爆的软件了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报道 本月早些时候 一家提供就业服务的平台对10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 近50%的企业表示 已经在使用ChateGapt 30%表示有计划使用 而在已经使用ChateGapt的企业中 48%已经让其代替员工工作 ChateGapt的具体职责包括 客服 代码编写 招聘信息撰写 文案和内容创作 会议记录和文件摘要等 目前来看 ChateGapt的工作得到了公司的普遍认可 55%给出了优秀的评价 34%认为非常好 除了工作能力不俗以外 ChateGapt还为企业节省了成本 48%的受访企业称 自使用这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以来 公司节省了超过5万美元的费用 11%表示节省下来的费用高达10多万美元 2月24日晚 一架医疗服务飞机在美国内华达州莱昂县附近坠毁 机上5人全部遇难 据报道 事故发生在晚上9时15分左右 内华达州莱昂县和道格拉斯县的急救人员 在晚上11时15分左右 确定了飞机坠毁的位置 并对事故现场做出反应 经莱昂县消防局的确认 事发飞机上的5人无一生还 遇难者包括飞行员 护士 护理人员 一名患者和一名患者家属 目前 莱昂县警方和消防局 正在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协调 对事故进一步开展调查 并确定坠机原因 欧盟委员会当天通过电子邮件 向其工作人员传达了 卸载TikTok的要求 为了保护欧盟委员会的数据 并提高网络安全 欧盟委员会已决定在工作设备 以及使用工作应用程序的个人设备上 卸载TikTok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欧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被要求不迟于3月15日删除TikTok 对于那些在截止日期前 没有遵守规定的人 相关设备上的工作应用程序 将不再可用 对于欧盟委员会的决定 TikTok发言人回应称 我们对这一决定感到失望 我们认为该决定是被误导的 并且基于根本性的误解 我们已经联系欧盟委员会澄清事实 并解释我们如何保护 每月访问TikTok的 欧盟1.25亿用户的数据 近段时间以来 TikTok就网络安全问题 与欧盟进行了多轮沟通 不仅承诺将继续删除 有害内容和虚假信息 而且公开报告 其采取的所有行动措施 为了减少欧盟各国 对TikTok的担忧 该公司还宣布 它正考虑在欧洲再开 两个数据中心 以存储本地用户信息 近日 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南德表示 加拿大将购买新的坦克来替代送往乌克兰的鲍2坦克 要知道 上周五特鲁多刚宣布再送乌克兰四辆鲍2坦克 一辆装甲恢复车和5000多发弹药 这将使加拿大向乌克兰运送的坦克总数增加到8辆 然而 在加拿大援助乌克兰的同时 军事专家也对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战斗能力表示了担忧 我一直关心并确保加拿大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装备物资来保护本国 这意味着我们将为加拿大武装部队购买额外的坦克 阿南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加拿大军队目前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除了缺乏新兵外 还有很多问题 如采购新装备 维护老化装备 以及寻找替换零部件等长期挑战 这些内部的挑战让加国最高军官感到担忧 一艘搭载移民的船只 在意大利南部海域轻浮 遇难者增至62人 包括至少14名儿童 有80人幸存 路透社引述意大利媒体Rai Radio一报道 这艘木质帆船再有180至200名 来自阿富汗 巴基斯坦和索马里的移民 从土耳其出发 星期天2月26日 黎明时分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区南部沿海城市 克罗托内触礁轻浮 巴基斯坦总理沙里夫表示 相信有超过20名遇难者是巴基斯坦移民 并以下令外交部门尽快查明事故相关情况 许多通过海陆移民的人都将意大利当作主要的登陆点 经由该国前往更富裕的北欧国家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称 当局会加大遏制非法移民的力度 并呼吁离境国和原籍国展开最大程度的合作 地中海一直是最危险的海上移民路线 2014年以来 联合国移民失踪项目在地中海中部记录了逾2万名移民死亡和失踪 据估计今年已有220多名移民死亡或失踪 周六下午是家宝一栋高层公寓发生火灾 火灾至一人死亡 五人重伤 虽然调查才刚刚开始 但在现阶段确定起因还为时过早 消防局局长办公室表示 但我可以确认 我可以确认火灾起火点只在一个单元内 没有扩散到其他地方 自大火被扑灭后 部分居民获准返回大楼部分地区的家园 而其他人则流离失所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被迫离开